在萊吉部落祈老的祈福儀式下 期盼超過十年的萊吉武林橋終於完工 作為萊吉部分族人的居住地 以及部落重要耕地的武林 民國98年受到八八風災的侵襲 導致唯一對外的聯外道路武林橋被衝毀 超過十年的時間族人都只能仰賴臨時的便橋 勉強維持通行 而在多方單位的努力下 赤字1.2億的武林橋終於在18號迎來通車典禮 因為我們武林是我們來自從很多耕種的一個地方 所以它對農場的運輸 以及我們將來想要發展的觀光事業是非常重要 在這橋的名字我們是按武林的名稱 因為我們武林叫 山的尾巴 就是兩河交接的一個平台 作為阿里山鄉最後一座遭八八風災摧毀 而重建完成的橋樑 林橋的落成也代表著鄉內建設的一個里程碑 林明慧也表示 鄉內仍有許多建設正在執行 針對提報的案件也會加速審查 全力協助族人完成道路建設工程 我們會裡面在阿里山的公共工程計畫 包括我們一個移居部落建設計畫 以及原住民特色道路改善計畫 目前都有補助阿里山公所在執行當中 此外 另外他也有提報新的計畫 我們也會加速審核 希望能夠對阿里山的建設有實質的注意 武林橋的重建完成 不僅是還給族人一條安全回家工作的道路 未來也將結合觀光產業 朝向提升部落整體經濟發展來努力 人生老帽子嘉義阿里山採訪報導